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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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老大 你听我说 老大 我是想问 老二 老三 你那两个兄弟怎么样 他们还好吗 好不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 我就是想问他们现在 过得怎么样 还好吗 能活下来是命不该绝 活不起来就当是到这个世上 白走一遭 犯不着你操心 说得也是 你们哥仨 应该恨 可我当时是一点折也没有 我一看到二虎 那德行我当时就懵了 我不是怕闹出人民官司吗 我寻思着出去躲几天 二虎没什么事 后来你们哥仨 没怎么着吧 没事 有什么事啊 家里面吃的穿的值钱的 全被人拿走了 我们哥仨不也活过来了吗 能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老大 这两年 当爹子在香港没白混 开了一家公司 生意挺红火 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 我这把年纪了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算把你们哥仨 都接到香港 一来是帮我打理咱家人的生意 二来嘛 这百年之后 这一大摊子生意不都是你们哥仨的 打住 你回来是扶贫呢 用不着啊 我们哥仨有手有脚 用不着 老大 再怎么说 我毕竟是你们哥仨的亲爹 我这次回来 你总得让我见见老二老三吧 都这么多年了 你们就不能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 原谅我 这样全当我尽一点心意行吗 行 这心意我收下 找机会我转达他 别别别老大 我的意思是 你把老二老三他们哥俩都叫来 就咱们亲眼四个 咱们热闹闹吃一团圆饭 好好地聊一聊 秋儿 我是不是 都该当爷爷了 那大孙子他叫什么 这样 你到街上看哪个顺眼你就叫孙子 看有没有人揍你 好吧 哎 秋儿 秋儿 盛秋 还跟你爸闹别扭呢 哪个爸 还有哪个爸呀 你亲爸呀 哪个亲爸呀 我没有亲爸 盛秋 你说你怎么还犯小孩子脾气呢 这世界上亲爸只有一个 你是不让他们见面 我觉得不太好 妈 您又不是不知道 当年 他做那是什么事啊 一声不吭就把撒骨肉全都扔了 有一点人性都不再这么干了 人哪 都有犯糊涂的时候 谁敢保证这一辈子都不犯错误啊 老二呢 当时懂事呢 见不见他自己能做决定 可老三当时还小啊 他不懂事 你这不让他见 将来他会不会埋怨你啊 妈 你说得对 你不说我还没想到这次 可是现在我心里啊 我宁愿他埋怨我 他恨我 我都不想让他见 郑秋 你平时挺忠厚的孩子 怎么一下变得刻薄起来了 他毕竟是你亲爸 你这亲爸要有个头疼脑热的 你不得床前伺候着啊 觉得你这就让他们不见面 不合适 老三呢 还没联系上 电话不接 短信也不回 这存心躲着呢 都是犯小孩脾气啊 别着急 气顺了 自然会找你 我不急 我一点都不急 妈 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今儿怎么出来这么早 要吃了吗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不吃了 别浪费这钱了 没要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给你买钱 你买我就不吃 花钱买这干什么呀 你说 你要能有个兄弟姐妹帮一把 骂什么脱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有你一个就足够了 你可得好好的 你要不好好的 你说我赚再多的钱 有什么用呢 你要不怪妈就好 有钱了 你留着 以后花钱的地儿多着呢 反正妈这病也治不好 咱们不浪费这钱 妈 钱的事你别担心 那个唐大哥说了 我过些日子就能转正了 等我转正了 咱们的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好 你以后转正了 我还心就踏实了 我给你买药去 等着啊 别买了 不行 不用了 进来 我过来 老唐说你最近精神不好 一直替你盯着呢 我估计再这么干下去啊 你好了 他得倒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这就去接地工作 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有小张和小玩儿盯着那儿 明儿就这一个 自己把我好机会 老唐最近急得跟 大蚂蚁似的 你这是大蚂蚁吧 就是热锅上的那种乱爬的 你看啊 这边要轻一点 整齐了 还有这个 不要弄齐 学习呢 嗯 还叫我练装呢 我还真没听说过 这工作厅里就能学会的 我知道啊 可没办法 科长不让动手 我看金玉啊 除了没有动手之外 其他的真的都学会了 刚来嘛 我们也不是一来就直接上手的呀 你做了那么多事 从小到大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 吃苹果就得削皮 手洗过没有 你走 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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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穿这身衣服 最起码年轻二十岁 能看吗 怎么叫能看吗 太好看了 我跟你讲 下午有一个奠基仪式 小王让我穿得 就活泼一点 我嫌裙子太短穿了 这么什么活泼一点 我回头批评她 我妈怎么不活泼了 您是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表现 您是没有时间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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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还是去换一个衣服 不行 妈妈妈妈妈 就穿这个 就穿这个 挺好的 你确定我这样穿好看 确定 崇洋 崇洋 喂 喂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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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我说你要活泼来了 就去那大马路 给那大公共去 你跟我这电动自行车 叫什么劲啊 弄不好一死两伤 干嘛呢 看多 行 你干吧 干嘛 干嘛 饭快低了啊 多累啊这个 没办法 我这胃够好啊 一天得吃三顿饭 不干这个 我去你们家吃饭去 嫂子找你工作呢 有一个 爷们儿 以后发杂了 别忘了我这穷哥们儿 好 干这个 发点干粮差不多 发不了他 我看好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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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快递 好 您签个字 好 我这不正看呢 货对人不对这预算对着 怎么搞的 少一份资料啊 这不被我们管 昨天我们出货的时候 都对过了 如果是少分资料的话 您应该直接联系去捡人 东西不全 我不签 我说这地址没错吧 这上面这名字叫孟坚 也是您吧 您这包裹拆开了 也收了就得签字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逗啊 东西不齐我能签吗 再说了 这顾客要的东西 你们当天都没有送到 你说我还没说你们呢 我跟你说啊 这货物收到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不在工作时间之内 是不能计算的 再说您资料不全 你应该直接去联系寄检人 跟我们没关系啊这事 不用问了 这昨天收拾好了是寄五份 现在才四份 你说怎么办 不签是吧 你 你这是干什么的 你 你给我站住 快递公司吗 我听好了 我要告诉你们 是是是 我已经核实过了 对行啊 确实是给您邮过来 五份文件 但是呢 他确实分两次邮寄过来的 这里边确实是出了一点 小小的差错 听听 听听 你们之间互相做个证明啊 是不是你们的错 可是你说现在怎么办呀 我公司等着这些开张呢 崇阳 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这就出去给您找去 绝对误不了您的事 您看行吗 崇阳 干吗呀 我叫你半天你也不应我一声 干吗呀 我干脆给你送来啊 黑衣 怎么 好 您看看 您收下吧 我们是不会遗失委托的物品的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才送到 你们是快递公司吗 分明是慢递公司 烧气公司 我看下周啊 你就可以不要去了 局里有消息 你就去报到 这么快啊 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 您看 又正好符合您的要求 事业单位 福利又好 也没有必要去民政局吧 说什么呢 那种地方 原本就是求个基层工作经验 走个过场就完了 你在那儿还真玩上瘾了你 我哪儿也玩啊 我是认真工作的 以后啊 你再碰上这样的时候 你就忍一忍啊 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吧 原本那人不好说话 又不是和他们过日子 那有多大的欺受啊 是不是啊 你小子倒是挺麻利的啊 想不想到我们快递公司来坐呀 我不去 太累了你这个 那你就考虑考虑 要是想来的话 随时打电话给我 你看冲阳 这还生气呢 都不说话 年轻人哪 要记住一句话 白忍从金 我看你都快忍成妖精了 你干嘛呀 哎 站那儿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还有 我就看不过你 我给我记住还两头儿 别打了 你干什么 啊 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还没看一会儿 你就这样 来来来来来 对了 东西啊 你给我惹事啊 你就是 我没偷 我 我刚路过了 你刚路过 这玻璃就掉下来了 是不是 有那么巧吗 哎 就是他 我 他就是小偷 哎 你们俩是同谋吧 贼很捉贼啊 你长不顺快的吧 我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卑鄙小人呢 你属什么呢 你不分青鸿造变相就咬 你才咬呢 哎 大哥 你可看清楚了 像他这种凶声恶杀大蛙脸 能吃好东西吗 不白你说 前两天我那车 这是被他借了轮子的 你要是不信 可去派出所看一看 那可是又留底的 小玉 你看见你别瞎说了 我认识他 他不是好东西 收尾员 你还赖着干嘛呀 快报警 对对对 你冤了谁呢你 行 这事不管了 行了吗 走走走 别别别不走 警察不来 咱还就不能走了 等着 是不是小偷 搜他一下身不就完了吗 对 你凭什么搜我身啊 我告诉你啊 你起来 你起来 你去看 多了 你是发生 我趁机把东西插进去 电视上可演多了 这叫金蝉脱鞘 再转嫁祸 你打电话报警了 这不就知道 用手机我的 用手机 用手机 接啊 好 小兄弟 你还真挺仗义啊 这事啊 要还一般人 也就是事后报个警就完事了 这会儿贼呢 作案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这次咱们正好把他们一锅端了 一会儿啊 还麻烦几位 到局里给我做个笔录 没问题 好 谢谢大家啊 大家都散了吧 鞋位关了啊 散了吧 散了吧 谢谢 谢谢 两位兄弟 谢谢啊 哎 干嘛 你要干嘛 我要干嘛 我能怎么着啊 我再怎么样 我也不至于偷东西 打女人 陷害好人 这叫什么 您知道吗 这叫道德 这次算我误会你 跟你说成对不起行吗 道德没有 道歉倒挺快 我哪知道谁是小偷啊 你也走吧 快走 让开 给我吧 哎哎哎哎 干嘛 先生 我只想帮您的忙 哦 不用 不用 谢谢 那不客气 有什么事情啊 你再跟我说一声 好 谢谢 哎呀 我说了多少遍了 又不是不交 还两天再交吗 着什么急呀 好了 我这里还有好多事情 就这样了 好了 好了 老婆 我这儿还有几个朋友 过一两天 过一两天我就回去了 说什么屁话 你不好好读书长大以后 难道像你老子一样 天天像浩子一样滚来滚去吗 一定要好好读书 来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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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兹兰堡北部 你先坐 先坐 你先坐 先坐 先坐 还真挺舍的花钱 哎 其实也没多少钱 我也就是看着书 这能挣钱吗 觉得能花钱 老大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钱只有花出去了 才是你自己的 您没瞅的人民币 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那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 哎 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啊 这个燕窝啊 鱼翅啊什么的 我们这些不依老百姓不会侧忽 我妈让我拿来还你 哎 这 那两瓶酒我爸留给 哎 这 这 这什么东西 这是你爱吃的凉粉 我妈就做好了 让我给你送了 我这弟妹真细心啊 嗯 好吃 味道淡了点 肯定是料放手了 嗯 哎 弟妹心真心 因为即使奉兵也不会是这里 这什么时候开始 关心起国际民生了 联合国和非盟达尔富尔问题 联合特别 这常年在生意场上滚了 你不这样不行 就这还不一定跟上 这马屁啊是没拍好 本全折了不说 搞不好啊 连小明不太大人 说了选了 我就不信了 你好好做事踏实做人 那好事还能跑了 哎呀 相反 我觉得那种 什么事都使心眼的 尝不了 老大 我知道你不待见我 我那过去 你 咱不提难了行吗 我都已经回来了 我知错了 我这不是回来 向你们低头认罪了吗 你这当儿子的 从他给这当爹的一个 改过的机会嘛 来 谢谢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演的也太假了 我回去了 我东西我给你送来了 我就回去了 我还回去吃饭了 老大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把老二老三叫上 咱们一人四个 今天晚上吃一顿便饭 你去吧 你就 老大 去到访的沙特国王阿福多拉 主席 讨论中东和平进程 和平进程 我们次回到哪里 去哪里 好 不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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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